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部長 中央部長 陳偉好 部長你好 因為我來自高雄,所以我還是要替我們高雄講幾句話 也順便利用這個機會 跟部長糾教有關財政收支相關的問題 首先,我還是要跟部長請教的 就是說 2007年,高雄當時縣市還沒合併前 他的統籌被稅管 按照高雄市政府提供給我的資料 大概是284億 2008年合併 台北縣升格之後 2008到2010年 還沒有升格之前大概是178億 那五都上路之後 2011年到2013年 大概是219億 那換句話說 合併前比較多 那升格之後 反而加總過去高雄縣的這個部分 他的統籌分配稅款 反而是 跟過去來講的話 他統籌分配稅款減少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包括一般性補助跟計畫性的補助 假如是以2010年做基準 升格之後 2012年減少 大概 146億 2013年減少大概193億 所以累計 假如按照高雄市財政局提供給我的資料沒有錯的話 累計大概是減少339億左右 那其中的計畫性的補助 我想部長就非常清楚 原來這種 譬如說生活圈道路系統的補助 污水下水道 一般的鐵公路建設 這個部分其實因為 已經升格直轄市 所以地方政府負擔的這個比例 由原來高雄縣的這部分就提高 所以這樣加總起來 事實上 這個 不管是一般性的補助款 或計畫性的這個補助款 是減少了大概是340億左右 所以這個 對於地方的財政來講 當然是形成相當大的一個負擔 那 假如在加總 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 包括 地方村里長事務費的一個補助 中低收入戶資格擴大 公務人員調薪 高中職學費其 方案 以及移政稅的一個條件 其實這些都影響到 這個地方財政的這個問題 那造成這個稅收的一個減少 那總共啊 中央請客地方買單啊 從2011年開始 高雄市政府的一個計算 大概就減少了20億左右 那換句話說 其實升格 本來地方啊 是期待於說啊 這個能夠有更多的這種財政的資源 能夠溢住 地方的這個建設 讓地方 不管說在這個 整個財政的一個狀況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 水平 那不管是基礎的需求 或者是基礎的一個建設 這個 這個部分啊 能夠在整個一個 因為財政收支的一個改變 讓這個隨著 權力的下放地方 跟錢的下放地方啊 讓地方的一個財政 能夠獲得改善 但是很遺憾的啊 是沒有看到啊 這個 合併的好處啊 但是呢 就 地方啊 卻面臨龐大的這種 財政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們這一次啊 這個財政部啊 當然千呼萬喚使出來 財政部的版本 包括有關 這一個財政收支的這個部分啊 再送到我們立法院來做審議 那我認為啊 其實這一次財政收支 最重要大概是兩個 一個就是把柄做大 讓中央的統籌稅管 這個金額能夠 比過去來得多 那第二個啊 大概就是公事入法 因為你假如明定公事啊 大家也沒話講 反正有一個清楚的一個 計算的一個基準 那不要說 這個中央是 國民黨執政 那就對綠色執政的 縣市大小眼 或者是跟誰的關係比較好 跟行政院秘書長的關係比較好 跟部長的關係比較好 那這個部分啊 分配就不公平 但是 這我就搞不清楚說 為什麼一般性補助款 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草案裡面啊 當然 林林總總列的 包括教育經費 社福經費 還有基本設施經費 那這個為什麼 不把他明定公事 就把他定下來 為什麼還是用條例式的 那這種根據什麼 什麼什麼的原則來做考量 那這個 難免大家還是會質疑 這個 恐怕又會黑箱作業嘛 那為什麼這一個部分 一般性的補助款 就不直接 並入 統籌分配稅款 基準的需求的項目 對 不是一般性補助 一般性補助 一般性補助款啊 你就寫在你們這個 直轄市 縣市政府 一般性補助款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第26條的規定裡面 又列的啊 跟統籌分配稅款 相關的這個補助的事項 重複啊 大同小一啊 就26條 是不是 你講26條 就教育經費 社福經費 基本建設經費 對 那個是要補助的 對沒有錯 所以你這個部分其實很多啊 跟統籌分配的計算公司的項目是重複嘛 對不對 報委員 這就是說 我們要把它列進來 將來要定公司的地方啦 就統籌分配稅款 那個部長 你上面沒有講說要定公司啊 一般補助款要定公司啊 我的主張也是要定公司啊 一般補助款是主計處在負責 對 我們負責統籌分配稅管 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個應該是要把 我認為啦 我個人的看 一般性補助款 應該是要併入統籌分配稅款 合併計算 成為單一個統籌分配稅款 來做公司的分配就可以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一般 一般性的補助款 你單獨把它拉出來 然後又沒有計算 這個分配的一個公司 那這樣當然大家會 覺得說這樣是不公平啊 對不對 部長 你的看法怎麼樣 報委員是不是請主計處 補助款 由他們來主證 時間快到了 快一點 來 是來 公委員報告就是二十六條 這邊當然就有寫 就是一下面各款 這三項的經費啊 都是會 會 事實上目前我們也都是協商各地方政府 來訂定一個相關的公式 分配給地方政府的 那現在就說 本來那個 一般補助款裡面 除了這三項之外 還有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 那修法之後這一塊是併到那個統籌分配稅裡面 那所以呢 一般補助款就大幅減少 減少到 這個這個 大概八百億左右啊 那這個 純粹是用在教育社福跟基本設施的經費 那基準財政收支差短全部併進去 所以那個地方的統籌分配稅會加一千多億 這個 這個部長 我的意見是這樣 其實你注意看他的一般性的補助的一個項目 跟統籌分配稅的一般基準財政需求 其實很多都是類似啦 幾乎很多是類似重複 那你合不兩個就把它併一個嘛 對不對 你的財源全部併入統籌分配稅 然後用公式在我們法律明定這些公式 以後大家都不會吵來吵去嘛 對不對 你否則這個大家要到主機處去吵了一次 那這樣我覺得是相當不公平的一種做法 對不對 那分爭地方的分爭搶錢大戰 這個地方的分爭也多啊 報委員 統籌分配稅款是透過公式分配 就直接變成地方的自由財源啦 對 那這樣好 如果還有貧富不均的情況 其實就可以透過補助款調劑允虛啦 因為全國全國都是一個一個國家嘛 如果有窮縣有負縣 透過補助款就可以調劑允虛啦 對 這個 部長 我認為啦 這個你假如公式入法 包括一般性的補助款公式入法 或者是直接把它併造統籌分配稅款 這樣大家反而沒有話講 公式入法 你在你明定你的家權的項目裡面啊 你就可以明定嘛 對不對 報告委員按公式入法的比重很高啦 就百分之九十啦 就是說統籌分配稅款的百分之九十 就用公式入法 那補助款就保留一部分 這個部長 是 你裡面啊 包括你的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裁員保障你補 跟這個參著基本建設需求 這三項啊 是沒有公式耶 你統籌分配稅款裡面 這三項裡面啊 幾乎是我們這個行政院的小金庫耶 不是 這一個部分沒有 我講完齁 你假如按照我把它試算 你假如按照九十七年齁 的這個相關的稅收的一個金額 預估用我們現行的 因為我們現在行政院這個 財政部版本現在即將 施行的這個版本 大概是三百九十二 三千兩百九十四億 你扣掉一百三十二億的統籌分配稅款 一百九十七億的裁員保障 三百八十七億的基本建設需求 你剩下來啊 大概是兩千五百七十八億 那你假如按照現行的統籌分配稅的計算 假如以二零零八年的這個 我們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來看 還有三千六百零二億 那換句話說什麼 你們現在訂出來的辦法 看起來似乎 統籌分配稅款的金額 遠高於現行的統籌分配的金額 看起來好像是把餅做大 其實你把這幾個小金庫啊 你把它扣掉 按照公式分配的比例反而減少 所以我今天要就叫部長 就是說我認為 不管是統籌分配稅款 計畫型補助 這個除外 一般性的補助 兩個應該要合併計算 假如有不同的需求 地方的這種 包括社福 交通 基本建設需求 等等這個部分 就全部都按照統籌分配稅款 再來做 這一個比較清楚的 這個法律明確的規範 這樣對於 所有的人 大家才會覺得比較公平合理 但是還是行政院放一個小金庫口袋啊 高興給誰就給誰 這樣反而會突顯更多不公平的地方 分配補助款 也有分配的公式啊 也是有分配的公式啊 那你分配公式 有一些是沒有分配公式嘛 你特別統籌分配法哪有什麼公式 總統大選前 特別統籌是按緊急 就在用 那我請教啦 這個主席抱歉 那我請教為什麼去年 特別統籌分配有春 馬英九總統就指定所有 各縣市大家公平分配 無意實意這樣亂分 對不對 你應該錢不是要保留下來 為了選舉就可以亂花錢 對不對 不分青紅皂白 各縣市都一律補助 這樣是對於啊 像我們南部這種受災 颱風來受災 比較嚴重的縣市 是反而是不公平的一種做法 所以不要看到表面上的這種 平等 那反而造成在整個財政分配上 更不公平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公式入法 明定清楚 把真正的把統籌分配船的柄做大 這樣對所有的包括這些五都或其他的縣市啊 我覺得那個公式就會變得非常複雜啦 非常困難 因為你沒有辦法兼顧面面俱到 所有的人的需要都兼顧到 你不要像行政院的廣告 說這個是很複雜 很難解釋 這個不會很複雜 你公式定清楚就可以了 好時間到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著請江喜成委員